哈囉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距離上一次的搭配推薦 又推出了8個新的武裝配件 不知道大家已經拿到了幾個呢? 關於之前的第二武裝配件搭配推薦 大家如果有興趣想知道 可以到我之前的影片看看 其實不管你拿了幾個 就算你是一個也沒有 先知道這些搭配也非常重要 遊戲都打不好了 總不能連敵人怎麼擊敗你都不知道吧 知道敵人有什麼能力 絕對是只有好處的 順便回應一些兩個能力之星 以及兩個武裝配件都有的玩家 亂帶是不行的啦 兩個都有各自的優點是沒錯 但你看過西裝配泳褲的嗎? 這次就要帶給大家 近期推出的這8個武裝配件 應該搭配哪個能力之星 才能讓自己的角色變得更有優勢 話不多說直接進入主題吧 好的 我們像以往一樣 按照稀有度來推薦 首先是我們的滴搭 最後狂歡這個武裝配件 可以說是目前最強的武裝配件之一 不只像阿魯的配件一樣進入無敵一秒 還可以在無敵狀態下移動 結束無敵後 不只可以像艾咪的武裝一樣把敵人彈開 傷害還比艾咪的高 所有有著武裝配件的各位不要猶豫 目前無論是什麼模式 滴搭帶第二武裝配件都沒有任何問題 那麼究竟帶哪個能力之星才比較有效益呢? 答案是第一顆能力之星 吸星保養 在沒有發動攻擊也沒有受到攻擊的狀況下 滴搭只要將近一秒的時間就可以自動恢復生命了 恰巧就是我們武裝配件維持無敵的一秒 也就是說在你這武裝配件維持無敵的期間 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彈開敵人後你就已經在恢復生命值了 這就是讓滴搭在現在的遊戲變得熱門的原因之一 他大幅度的提高了生存能力 再也不是一不小心就被收掉的那個滴搭了 大家還記得之前的滴搭嗎? 反過來 如果你帶的是第二個能力之星的話 雖然說你回彈的速度加快了 但你滴搭在第二個武裝配件 會用到的情況肯定是要倒下或是被貼到近點的時候 到那時候你就會發現 就算給你加快回彈速度 你短時間能打出的攻擊最多一樣是三發子彈 重點是無敵狀態結束後 你還要多等兩秒才開始恢復生命值 這樣爆完被收掉的機率就會相對大一點 就是大家說的有開配件跟沒開一樣 就延遲了倒下的時間而已 所以這裡給大家的建議是帶上第一顆能力之星 接下來是波殼的新武裝配件 守護進行曲 老實說沒有隊友絕對不會選到這個武裝配件 但今天的重點是如果帶了這武裝配件 是用哪顆能力之星 所以還是講一下 一樣是第一顆能力之星 單曲循環 其實就算你有隊友 不是必要的情況下也不會把這武裝配件考慮進去 因為其實這遊戲的任何負面效果都不會維持太長的時間 在等波殼反應過來隊友有負面效果的時候 可能效果都已經快結束了 所以當你們出這配件的時候 絕對是考慮到對面某一隻角色的負面效果 這樣的話去除效果的波殼 定位一定會是輔助 輔助普攻不能恢復隊友的話 那選波殼可能會是大扣分的選擇 所以如果真的沒辦法 帶了第二武裝配件 請帶上第一顆能力之星單曲循環 為隊友帶來更長的戰鬥時間吧 來到我們的羅莎 讓草叢瞬間變成致命的荊棘草叢 雖然只有100點的傷害 但最為關鍵的就是3秒的減速 草叢一直以來我相信都是大部分玩家的第二個家 尤其是近戰的角色 利用掩體以及草叢推進是非常基礎的 現在躲在草叢絕對有可能讓你們一波被結束遊戲 怎麼樣各位 這就是智商壓制 這裡建議大家搭配的能力之星是第一顆 綠鷹療癒 原因是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開了這武裝配件減速以後 就會是羅莎需要錢壓開戰的時候了 如果只是用來看地圖 會更推薦帶塔拉而不是羅莎 開戰的情況下 每秒恢復200生命值 是可以大大提高羅莎的生存率的 擔心沒有草叢的大家也完全不用怕 沒有草叢你也減速不到人 就是也不會突然開戰 敵人被減速的情況下 羅莎非常容易在幾個普攻以後累積到超級技能 打開超級技能以後 你就會發現這能力之星 每秒的200優如2000一樣多 因為羅莎的超級技能減傷70%太硬了啦 這裡建議搭配的會是第一顆能力之星 來增加開戰後的存活率 輪到史詩級別法蘭克 跟爆破麥克是差不多的原理 只要你被我第二武裝配件的那一下打中 基本上你就跑不掉了 這其實對攻擊動作比較大的法蘭克相當有用 這裡建議大家的是第二顆能力之星 強健體魄 增加1100的生命值來提高生存率 才是明智之舉 把敵人拉到身邊的這個武裝配件 就相當於準備好扛下接下來所有攻擊的準備 沒有一定的生命值 你很有可能拉到兩個敵人 但卻在下一秒就馬上被帶走 這絕對不會是對團隊有優勢的操作 所以我個人的建議會是偏向生命值的加成 一樣是史詩級別的納尼 納尼這武裝配件反射機制 雖然說不是非常多人在用 但卻往往帶給大家意外的驚喜 也確實可以帶來轉移目標的效果 這配件打開以後 原本跟你對線的小辣椒突然就不敢打你了 這裡建議大家帶的能力之星 就是飛得越遠越痛的第一顆能力之星 自動對焦 只要先打開武裝配件 你就相當於擁有第二能力之星的效果了 下一次的傷害只要承受20% 80%反射給攻擊你的敵人 可以說是比第二能力之星更有效益的 但一次配件就只能阻擋一次攻擊 這點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也不要在太open的地方開大 況且如果你帶了第二武裝配件 你又帶第二能力之星的話 它反而會有反效果 就是你如果開了皮皮 你有阻擋80%的護盾 你被攻擊到反射回去就是20%的80% 如果是以1000傷害來算的話 神話級別塔拉 火影忍者名人上升 召喚三個分身的異界魔術師 6秒內會自動攻擊最近的目標 雖然說每個分身生命值只有1000 但面對無法穿透攻擊的敵人 可以說是非常有效的 尤其像是碧兒、辣椒、格雷特等等的角色 就非常害怕現版本的塔拉 比起看地圖 我更建議大家帶上這分身的武裝配件 有傷害可以追蹤敵人 可以擋子彈 還可以讓戰場變得很多目標變得很亂 這裡就要非常老實的告訴大家 並沒有特別推薦的能力之星 塔拉這武裝配件跟其他角色不太一樣 並不會因為帶哪個能力之星就大加分 塔拉最後還是跟一般在選擇的時候一樣 取決於模式以及隊友 比方說打的是據點或寶石 建議帶恢復生命值的分身 比方說打的是搶星或足球 建議帶會攻擊的分身去打亂敵人的節奏 所以這方面希望大家在開始之前先想一下 這一場自己傾向哪一種攻擊方式 到了吉恩 讓我笑聲逐漸歪掉的角色 哈哈哈哈 第二武裝配件目前超廢 可以不帶就不要帶 最終彈速度不快 傷害最高也才800 況且會被牆擋下來 加上吉恩的大是把敵人拉近到身邊 根本搭不起來 如果是越近越痛還可以說補個傷害 如果真的帶了這武裝配件 請帶第二能力之星 精靈神掌 你就是想要做輸出才會偏向第二武裝配件 那有超級技能的情況下 很多時候你可以選擇不開來增加普攻傷害 遠程做消耗 敵人生命少於800開武裝配件 這才是帶第二武裝配件效益比較大的能力之星 最後是我們神話級別的Mr.P 也是一個必帶的第二武裝配件 貼身助手 只要是你想要 下一次攻擊就可以直接召喚一個小企鵝 這也是一個不管是什麼情況 都比第一個武裝配件好的選擇 召喚出來的小助手生命值會是1960 只要不是太爆發的傷害 基本上可以承受兩發子彈 這就是Mr.P現在強勢的其中一個原因 他變得太煩了 搭配這個武裝配件 我碰到很多玩家會在第二能力之星 增加基地召喚的速度 但是 我個人這裡推薦的會是第一顆能力之星 小心輕放 我先講一下 兩個能力之星都非常搭著武裝配件 我會偏向可以無條件彈起行李箱的原因 除了可以增加攻擊距離以外 現在的荒野亂鬥 有大部分的角色都可以破壞掩體 也就是說 你在開場前看到滿滿的牆壁 可以在30秒內就被清掉一大半 原本仰賴掩體狂翻行李箱的你 一瞬間攻擊距離就大大的下降 雖然說小企鵝召喚的速度變快了 但小企鵝的功用更傾向騷擾 輸出方面還是要靠Mr.P本體 所以我這裡推薦大家 捨棄那快一點點的召喚時間 利用武裝配件來彌補 沒有小企鵝的那段空檔 我覺得這才是效益比較大的騷擾為Mr.P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第二武裝配件搭配推薦 在結束以前大家要記得 這是在一般的情況下會帶的 如果你對我有一些想法來做搭配 絕對是可以換的 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奔騰 基本上除了生死都會帶爆裂這顆能力之星 其餘的模式你都會帶第二顆能力之星 復活後維持在第二階 但是這只是在一般的情況下 如果你對我今天選了個拉夫 帶戰地晉升這顆能力之星 就說明你們的出發點就是不希望奔騰倒下 那就非常不建議帶第二顆能力之星 這樣舉例大家有變得更明白嗎 沒有的話就沒有吧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議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提出自己的見解 感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